同學接著我們來看到線性變換的一個面積比 討論圖形經過這個線性變換 其實這個線性變換就是我們用矩陣的線性變換 只有面積的變化來 平面上有兩個項量x1y1x2y2 他會張出一個平行四邊形的面積 我們以前學過 前面學過他就直接把它寫成 這一個x1y1x2y2這個行列式 的絕對值 來看一個例子 如果有一個矩陣 A矩陣的話 他是 123-1 他的線性變換會將1001轉換成什麼呢 132-1 1001轉成132-1的話 我們看看 這本來是原始的 經過這一個矩陣 轉換變成這個綠色的這樣 那原來的 這兩個向量1001所張開的這個平行四邊形面積是1 那後來的132-1 所張的平行四邊形向量是多少呢 是132-1這樣子 做出來的 7 這個做出來的7 這個以前都有教過 那我們 我們來看看 這個7跟這個1 是不是剛好就是我們這一個 123-1 這個 A 的 2階 2階矩陣做的2階行列式 的這個 值的絕對值 你看變成-1-6-7-7-7絕對值就等於7 那我們接著來說明 如果A矩陣是這樣 會把 這兩個 這兩個 這兩個向量 這個是 O點到這個點 O點到這個點形成的向量 對應 對應這個 X1-1 經過 A矩陣之後變成 AX1加VY1 CX1加DY1 那AX2加VY2 CX2加DY2 變成這兩個 點 那張開的這一個向量 是不是可以把 這一個 這一個藍色的所張開的向量 藍色的這個所張開的這個向量 我要的是黃色的 藍色所張開的這個向量 是把這一個 X1、Y1、X2、Y2 這樣子 這X1 是不是這個做出來 那這個綠色的這個所張開的向量是不是這樣子 這兩個 AX1加VY1 CX1加DY1 AX2加VY2 CX2加DY2 寫在這裡過來 那這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不是又可以把它 繼續用我們前面 一個二階行列式的運算性值 可以把這個下面的 繼續維持的 上面這個可不可以寫成這兩個 一個個別的 這個面積變換之後 它的面積就原來這個 這一個 矩陣的 這一個 橫列式的絕對值倍 這個東西我們就把它 寫這個歸納出來 接著來看第八個題目 OPQ三個點 經過這一個 的線性轉換 得到新的 O' P' Q' 這三個點 請問這個張出來的 平行式邊形面積 首先我們 來看看 OPQ 經過 A這個線性轉換 是不是可以把它 做出來 O 沒變 P變 P' Q變 Q' 那這個從 綠色的 藍色的這一個 變成新的這一個 綠色的這個 平行式邊形 那我們 要算新的這個綠色的 平行式邊形 是不是把 新的這個OP' O' P' 跟 O' Q' 這個做一個 行列式的絕對值 就是26 這是第一種方法 第二種方法呢 我們 先把這一個 OP OQ他們 原本的這一個面積 做出來 再來呢 我們再把這一個 A這一個 這個叫做什麼 線性轉換的這一個 線性轉換的這個 二階矩正 給他行列式 絕對只被做出來的 2 最後13乘以2 就是我們的 26就是我們 新的 新的 O' P' O' Q' 所張出來的 平行式邊形的面積 這個隨堂練習 也可以自己做 好結束了